基隆市消防局展示最新的面火利器 这个由台湾制造的蓄压式水面火器 未来将取代较不环保的干粉面火器 消防局说将分三年回收旧面火器 市府也将依实际需求逐年采购设置新的水面火器 我们要逐步更新成为这7300多只都是有效可用的 那这700 7300多只的放置地点 就会由这个民政系统跟里长林长甚至里干事 大家共同来商议放置在最合适的地方 多位市议员跟里长到场参加 肯定市府关心消防安全的用心 我是建议说应该广设的 市长这个构想非常的好 就广设的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林长照顾三支面火器就好 你就知道压力表有没有正常 这支面火器还在不在 期限过了没有 我们每个林长都有参与感 都有一个管理的一个一个权限在 我想这样总比我们消防员到处去巡视 到处去找我们没有劲 到处去担心这个没有劲过去的没有 我想分工合作 这个构想是非常的好 不过我最重点就是希望 基隆真的要广设没有劲 尤其我们的很多项道 是消防这倒不了 广设对我们基隆是最好的 谢谢市长得正 谢谢我们局长的努力 然后市长也非常贴心的 因为我在议会地区大会有提到 我现在用干粉式的已经不适宜了 因为它不环保 而且整个烟雾弥漫 是不是会伤到身体 所以我觉得用水性的是比较好 对比较精进 尤其是今天的这种新款的灭火器 不仅是环保 而且又落实 落实到我们的管理 刚刚讲七千多支 我们如果说让李林长去管理的话 随时保障我们的安全 不要让这个火灾一发生 因为消防景地有限 灵力无穷 每个人随手一支灭火器 马上可以迅速的解决火苗 喘起的危机 市府计划未来将由区公所跟李林长 来决定灭火器设置地点 并进行有效管理 现场也邀请台北市的里长 来分享管理经验 李林是最小的行政单位 那当然只有李长才知道 说灭火器哪里比较需要 那我们就会去放置灭火器 那当然在做检测的时候 因为三年会检测也是 要收灭火器 我们才知道说灭火器 如果不见了会到哪里去 那有可能附近的店家拿走 或住家拿走 或大楼公寓拿走 那我继续请他说 把灭火器拿出来 做检测 才不会说到时候什么瓶身破损 什么施压 药气变质 到时候火灾噴不出来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台北市 都是用李林 作为灭火器的维护管理单位 那这样子能够比较不会说 让灭火器失去它灭火的作用 市长谢国良强调 感谢议员跟李林长 共同来关心消防安全工作 希望透过灭火器的太旧换新 跟有效管理 来保障全体市民朋友的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